再说人家陈教授家里条件 比咱们家好多了 是吧 那是 老许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陪伴啊 就是我们在一起多相处 互相照顾 那个其实啊 我也有家 我也住惯了 如果让我突然搬出来 我还真的有些不习惯 就是 就是 不是 这陈老师 薇薇和诺诺啊 看您比较亲切 所以有些话 说得可能有点过 您别介意啊 我怎么可能介意呢 不会的 主要是啊 我有一个老父亲 老父亲在家呢 平时啊 我也要照顾我的父亲 那这不就是 舅舅的岳父大人吗 舅舅 你一定要找一天好的日子 再带上礼物 亲自拜访你的岳父大人 要不然 他老人家 这要是哪天 给你和陈老师 上点眼药 使点瓣 你这休想包得美人归 是吧 姐夫 这是你最有经验的 你哪有那么多话呀 你哪有那么多话呀 嘴够累的不是光说的 要吃 快吃 你看王庄今天表现就好 吃得多 说得少 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 吃吃吃 那个来 吃吃吃 陈教授吃鸡 快吃在干啥 陈老师 有个问题 我特别想问问你 我爸 哪个方面 最吸引你 这个问题你让让你怎么回答 多难为心啊 这多好的问题啊 多好的问题 我们都想知道 没事的 老徐 我有什么优点呀我 你当然有优点了 我也可以跟孩子们说 其实啊 我特别喜欢一个男人 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热情 老徐身上就有那么一股心 而且她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好奇心 充满了探索精神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 把家庭给耽误了 这一点我非常理解 我特别想说啊 老徐其实 对你们这几个孩子呀 特别放在心上 真的是操碎了心 他这个人表面上 不太善于表达 但实际上 他无时不刻 都在想着你们 这几个孩子 他特别希望 你们能够好 他对你们的那种爱呀 已经超越了好多好多 平常那种父母的那种心 真的我非常地感动 不说这些 老徐 对啊 为什么不说啊 你看看现在中国的很多家庭 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很多家庭的矛盾 就是处在了 没有很好的沟通上 这些鸟 你看你眼睛鸟啊 家里倒吃的是鸟 这就是这些事 我接着说啊 我接着说啊 所以说 你就 在今天把你心里想说的话 都跟孩子们说说 你试试向他们表达 你想什么就说出来 没关系的 我把我心里的话 今天都跟他们说说 没关系的 你不试试 你怎么能知道呢 你把它说出来 就在这儿 你不试试 好 我今天就试着跟他们说说 好 许致 许位 诺读 还有王闯 王闯 我的事今天都解决了 剩下的就是你们的事了 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 咱们家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 就是许致和诺诺的婚事 第二 瑞瑞和王闯的孕育工程 您 您说的还是这个事啊 我这次是非常认真的 可以说是郑重地宣布 我们要把这两件事 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尤其要以你们俩为重 我õ 不是 喂 你怎么知道 带我 喂 我 现在都不怕 你太常动了 我 还可能被我 也不能这个人 都不不管你 还算我 一瓶子 好好看 塞尔老师 你不要不要 那我回去吧 好 来 行 坐好啊 再见 那 那打搅你们了 不打搅 打搅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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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徐老师再见 人家俩还有悄悄话说呢 别这么没有眼力见 走了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奇怪吗 不怪吧 我倒觉得你这个 一师有的陈老师不错 陈老师是不错 只要是爸爸 这速度有点快 老君哪不对劲啊 你太敏感了 真的 可能陈老师是你朋友 然后突然出现在家里 你觉得有点奇怪 想太多了啊 而且人也来了 咱问的也多问了 这还能有假吗 可我也不至于 这事骗我们吧 非常感谢啊 这顿饭吃得惊心动作 好在有惊无险 我真没想到 你的一个能力 比我想象的好 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些 我在你心里 是这个印象吗 行了吧 打住 我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呗 别当真啊 最近少跟许致联系啊 别穿帮了 谁打 那 那我送你到厅那儿打 大壮 大壮 你吓死我了 不是 你怎么走路没事啊 你这点怎么还没回家呀 壮壮 我有个事想跟你讨论一下 事 你节目又有想法了 不是 不是 叔叔 什么想法了 那个 你听我说呀 你 你听我说呀 你说 这个给达哥写信的女人 会不会 是许致啊 我 我 不是啊 小玩 许致现在是不是快成你心病了 不是啊 你看这个许致啊 他本来对达哥最有企图吧 然后呢 像达哥这种文艺男青年 最容易被这种什么 诗啊 词啊 歌啊 副啊 这种套路给吸引了 对不对 他呀 先用文字俘虏达哥的内心 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 再一举拿下 来 一举拿下 走 你干吗呀 我说得不对吗 林小白 听我劝 回家好好睡一觉 如果第二天你还想着飞飞 那你这病得去医院了 我为什么想着飞飞 不是 你觉得我哪点是想多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多了 我觉得我想得挺对的呀 我觉得我每个点都很契合呀 说得很对呀 他就是这样的 他肯定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 就是吧 大川 南海大学的陈瑜 我认识 著名心理学教授 心理医学专家 学术上的造诣那就不说了 关键是 人也长得端庄美丽 气质不俗 前两天还做我节目嘉宾呢 现场魅力值 差点把我都盖了 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陈老师啊 我特别熟 他以前是我的心理咨询师 后来时间长了 就跟我的知心姐姐一样 我们俩之间 几乎是无话不聊的那种 他要是真的 能跟我爸喜见良远 我真的是开心不过了 他 年纪上 他比我爸小了十几岁 对吧 我爸跟他在一块儿 或许精神状态 也会年轻很多呢 既然哪儿哪儿都合适 那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表面上看上去 是哪儿哪儿都合适 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觉得有个细节 有点奇怪 吃饭的时候我爸呢 给他夹了块鸡肉 他从头到尾 都没有动那块鸡肉 我本来以为 程老师可能不喜欢 别人给他夹菜 对吧 但是后来发现 他碗里 就只有那块鸡肉没吃 你说怪不怪 这个细节很值得注意 说明老许 压根就不知道 人家喜欢吃什么 我今天过来 是安排你们俩备孕的时候 前一阶段你们都不重视 我今天来 就是和你们俩 一起制定这个计划 爸爸我实话跟您说吧 我们俩不想要孩子 不要讨价还价 这不是你想生不想生的事 你这个年龄生孩子最容易 过了这个年龄 就不容易了 哪有那么夸张啊 我和汪炒商量过了 第一呢 我们俩没有精力 因为两个人工作都挺忙的 第二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将来什么尿布啊 奶粉啊 教育啊 我听听都头大 我们俩要不起 这些问题不用你考虑 我课外的劳务 可以补偿给你们 你只管生孩子 但是爸爸你想 我生下了孩子 我不能再给您 造成压力了是不是 这给我造成不了什么压力 你们俩不要孩子 才是给这个家压力呢 不光是我这边 王闯他爸爸 他们那边 是不是眼巴巴地 盼着你们生孩子呢 孩子他奶奶是不是 存了一仓库尿布 都没点屎啊 那边 你熬啥 你熬啥 这个计划是这样的 你 食疗保养 你 明天跟我去医院检查 是 啥 检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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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检查 检查 明天就去检查 检查 好吗 行 行 行 指标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怀不了孕呢 女方也做了检查了吗 女方检查了 没有问题 你是 我是她岳父 没有问题是什么问题的 既然是检查结果没有问题 说明是可以怀孕的 不用太着急 这可能啊 跟小伙子的体质虚弱 运动量不足有关系 听见了吧 听到了 总监 葡萄酒烈酒基金会的信件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谢谢啊 这些这些被图ле用图了 你不是这些管理的吗 是吗 室儿 小致 恭喜你 真的要感謝你啊 如果沒有你的話 我肯定通過不了 那倒是 像你這麼笨的學生 還是挺讓雷老師傷腦筋的 是 好了 來 晚上我請你吃飯吧 咱們好好慶祝一下 好嘞 那晚一點見啊 爸 小致啊 今天考試成績出了吧 怎麼樣啊 通過了 太好了 那咱們大家 今天晚上慶祝慶祝 到外面吃頓飯 今天晚上 我剛剛約了朋友一塊吃飯呢 那 我早就發現你對許智傑有意思了 你早就該這麼做了 我支持你 說討論 小雯 你的看法呢 我 別再跟我說什麼 許智配不上我的話了 我現在 就是通知你們兩個人 我的決定 我喜歡許智 我要跟她表白 就這麼簡單 怎麼可能 你不認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真不错 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你以为能订到海尔州级酒店的西餐厅这么容易 多亏了你文姐超强的公关能力 不过也算你运气不错吧 现在订晚餐送观景套房 这简直是上天让你们好啊 连房间都送了 大哥 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 一直把许致姐拿下 这不像你说的话啊 大哥 人总是进步的嘛 好 好 大壮说得对 吃吃烛光晚餐 喝喝小酒 完事再去套房 下面就是帆船基地 看着帆船从海上驶过 完美 好 明日 虽然考试通过了 咱也不能太放松 慢点喝啊 今儿不是高兴吗 破例子 今天必须都开心了 好 我支持你 伟大我感谢你啊 这一晚上就剩下感谢 严肃一点 我特别真诚地感谢你为达 每次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 你都会在我的身边 陪伴我一起度过难关 先干为敬 哥妹干吗呀你 激激激动 停 怎么死要你 激激激动 我呢有一件事情 从来没跟你说过 所以我今天啊 必须当面跟你说 什么事 其实 有你在我身边 我特别地舒服 特别地放松 还有 非常有安全感 真的啊 其实 我也是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不怕你笑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刚开始咱们俩一见面就打 但是真熟了 几天不见你 我就特别想你 我特别想跟你在一起 在一起一辈子 一辈子 你不结婚啊 咱俩 结婚不就可以在一起一辈子了吗 咱俩结婚 你喝多了吧 哥们 我 我是一个离国婚的女人啊 你不嫌弃我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呢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拖累你啊 这话怎么说呢 我才不怕拖累呢 怎么 你是雷锋啊你 那么愿意 祝人为乐 对啊 雷锋就是我太爷爷 真的 我愿意当一辈子雷锋 做一辈子好事 陪你一辈子 停 别写这本了啊 还太爷爷呢你 雷锋还没结婚就牺牲了 哪来的后代啊你 你是个好人雷达 慢慢等 慢慢找 你一定能够找到 那个 值得你付出一辈子的女人 我 那个那个 在这个女人没出现之前 反正我是不建议你 作为我的男闺蜜 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就问你 愿不愿意了 愿意 没问题啊 真的假的 谁反悔谁遵掌 来 来 来 干了 畢哥 停 许致 你要扫心是不是 我不扫心 你想看海吗 想啊 我在楼上盯了一间海景房 咱们一边看海景一边喝 是不是更有感觉 漂亮 走 现在就走 走 快点 走 来 这 这 这 往哪儿走 这 这 这边 这边 来 你看 超低无击海景房 哇塞 这不又太好了吧 是啊 来 我给你拍张照片吧 来 我 我手机拿餐厅了 我去拿一下 这么好的感觉 不喝点太浪费了 快点 拿酒来 必须喝 对对对 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地喝 等我啊 我去拿手机啊 我们去好好喝 别拿手机拿酒 走 太棒了这个景 来来 快点 快点 手机落这儿了 这 这酒啊 别浪费了 好 雷达 雷达 怎么还没回来 有没有水啊 好渴 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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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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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达 雷达 雷 谁啊 许致 你怎么来了 老公 水都放好了 你怎么还 老贝 这 等会儿 这 你这手要忙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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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莫在我房间里头请 你干什么 你 李莫在我房间里头请 这不是我们房间 我们房间在那边 不是 这是我们房间 糟了 都离婚了 还什么呀 你这 没完没了了 她听这么这么对吗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我恶心她 我恶心那个王八蛋 她居然找女人去开房 你说她恶心偷你了吗 我给你来来一吐 控制点啊 反正 你吐了 来 你 你说她恶不恶心 跟你有啥关系啊 来来来 抱着吐 来 你要搞清楚 李莫现在已经不是你丈夫了 她还干啥 跟你有半冒钱关系吗 你凭什么管她呀 你为了这样一个人渣 捉见自己 有意义吗 我不是不甘心吗 我不是不甘心吗 我给你拿毛巾啊 走着 你还不甘心 她找人开房 你就这样了 你说你 丢不丢给你 走走走 别说她现在找女人 她就是找鸡 找羊 找只母猪 你都管不着 走 不好意思 你要是真有本事 你也找个好的 好好的给我给你孙子看看 来 等会儿 慢点儿 我也想找啊 这不是找不着吗 那个人就在你身边 你都看不见吗 许致 那个人就站在这儿了 你回头看看她多好啊 有本事 你跟她就 行行行 来 入手 无本事 自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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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休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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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快起来 你怎么睡那儿了 你还说呢 昨天 我照顾谁了 有吐有闹的 头还疼呢 昨天酒喝多了 头好痛啊 我给你 我给你腰杯封闭水吧 来 你 你这身上什么味啊 这么臭 香水味 香水 昨天晚上你喷香水了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的事多了 你连自己是谁都差点忘了 以后别喷了 特别聪明 什么略知香水啊 喷着玩的 八点多了 快点 快点 我还得上班呢 还得回家洗澡换衣服 快点 走走走 你在这儿也能洗啊 来 包呢 包 那儿 那儿快点 快点 来不及了啊 要迟到了 还有别的东西啊 没了 没了 快点 门 门 多好的海景 快来 快来 浪费了 别玩手机了 一会儿该晕车了 又得吐 没事了已经 你还记得 昨天晚上你说什么了吗 昨天晚上 我说什么了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 想不起来了 我说了什么 不该说的话吗 妈 我没有 喝醉了 妈呀 我都胡说了 醉话不能当真的 我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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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干吗 我喝醉了 爸 没去上班啊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我打了一宿的电话 你都不接 跟朋友吃饭去了 跟朋友吃饭 跟他吃饭去了吧 你忘了当着全家人的面 你跟我怎么保证的 我 我保证什么呀 我也没保证说 你不跟他吃饭吧 你跟我解释清楚 怎么回事 解释不清楚今天别走 我们就是吃个饭 庆祝庆祝 小致不是考试通过了吗 小致考试通过了 你们庆祝什么呀 要清楚也得我清楚啊 轮子上你清楚吗 哪儿清楚的 怎么清楚的 就在饭店 就 就在饭店里 多喝了点就没注意时间 喝酒 喝酒喝了一宿 雷达 你小的就没安着好心 老许 你 你又去哪儿啊 上班啊 那我去哪儿啊 走 走 那我也走了 你哪儿去 你想溜 不解释清楚哪儿都不解释 来 你干吗呀 给我坐这儿 哥 我说清楚 说 把昨天晚上的事情 以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我发誓 我们真的就是单纯地庆祝 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都没干 真的 我要是说半句假话 我出门 一个炸雷把我劈死 行不行 在学校你一定是最 调皮捣蛋的学生 这次全切相信你 这次全切相信你 别忘了你跟我的保证啊 不许对许致动歪心思 那我先走了 今天你什么都不能干 我跟你相亲去 我得上班啊 现在相亲上班来了 昨天跟许致一块儿 喝酒的时候 咱没相亲上班来呀 你是老板哪 你说放假就放假呀 走 我改天一定去 今天肯定不行 你自己能去才怪呢 人家红娘跟我反应了 每次相信你非常不配合 今天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我花时间陪你去 你 您真是我亲爹 给套那么近的关系 我真得上班呢 我这当过事 我看可以了 就这么定了吧 你怎么这么定了 小妈就这么定了 我看小李不错啊 有礼貌 又有精英头脑 在家开店 还不影响照顾家务 这就是勤俭持家的 好主妇吗 开网店就是 勤俭持家的好主妇 开网店 赶紧 赚得多呀 我自己有海外买首啊 你听见没有 人家自己有买首 你看看小李 不仅精英头脑有 一脸的忘腹像 大脸盘子就是忘腹像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老许你能不能 不睁眼睛说瞎话 凑合没这么凑合呢 你是恨不得 我们俩当场领证是不是 我怎么睁眼说瞎话 是 人家小李虽然没有 碧月羞花沉鱼落雁之貌 可我觉得形象还可以 跟你还是很般配 别光说人家确定了 要是多看人家优点 优点再多我不喜欢 你喜欢你领家去 反正你新长那个 还不知道怎么地呢 你这可是胡说了啊 你太欺负人了 小李啊 小李 说渴了 满意了吧 我说老许 不是你的事 你跟着瞎着什么急啊 你是我干儿子 我怎么能不操心呢 我不光操你的心 我还操许致的心 你说我累不累 我们让你们操心了吗 不光我为你操心 许致对你的事也不放心 他为你操心比我还着急呢 再三嘱咐我 让我为你相对象把关 他让你给我把关 他怎么没跟我说 非得他亲口跟你说你才信呢 我还真就不信了 要是许致亲口跟我说 让我找对象 我就找 好 这款是产自阿根廷 拉加德 教藏品力猪 成熟的黑色水果香气里 夹杂着重度的烘烤新项目的味道 散发着浓郁的烘烤和香草气息 你们刚才有没有感觉到 口感是很强劲很饱满的 而且有着明显的项目气 和甜润的纸粉气 那许小姐是想向我们 推荐这款酒吗 跟这款相比的话 我其实更建议大家 品尝这一款罗地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